这一节我们讲一下外观模式 外观模式呢 比较好理解 也算比较常用 但是它 我们又找到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应用场景来用 但是呢 我们后面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所以说这一节呢 我们不会讲的那么的详细 因为它特别好理解 我一说你就明白 我们会花比较短的时间来介绍 介绍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那个观察者模式 观察者模式 我们可能要花三到四倍的时间来去讲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其实一说你就明白啊 就是外观模式啊 你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外观嘛 对吧 就是为子系统中的一组接口 提供一个高层接口 使用者使用这个高层接口 这么一说 你打的应该就有点印象 其实我们画图就更简单 比如说之前我们是这种形式 对吧 这是三个使用者 系统里面呢 有好多个子模块 然后我们这三个使用者呢 分别去关联这几个模块 这样看的很乱 对吧 如果是两边这个使用者 或者说子模块都比较多的话 那就乱七八糟 那就没法弄了 我们期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期望的是右边这种形式 使用者都和一个高层接口去联系 对吧 然后呢 这高层接口统一调度这个子系统里面的子模块 而且这个子模块之间呢 的联系都是在这子系统里面去封装好的 就是不会跟外面有什么联络 都是在这个围墙里边的 是吧 比如说哪天我们去医院看病 有一个接待员 他帮我们去挂号 去门诊 去花架 去取药 我们都不用管 我们统一对接待员 这样的话 大家想想是不是特别特别好 如果去医院久了 那可能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你经常不去医院 或者说哪天去了一个陌生的医院 那你可能连挂号交费的地方 你都找不到 对吧 可能上个厕所 你都找不到洗手间 但是现实情况是这样的 现实情况 我们去医院应该是左边那种情况 我们期望的是 它是右边这种情况 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能从自己的这种体位中 去切实的感知到 这个外观模式是多么的好用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腰面类图 其实刚才看那个图的时候 你就应该能理解 腰面类图我们可以这样画 靠端直接对接一个fixit 一个外观 或者说一个高层接口 然后高层接口呢 去对接这个子接口 这个为什么没有演示呢 因为这一块其实不用演示 而且演示的时候呢 也是举一些特别不切合实际的例子 因为我没有找到 在我们现在 比如说这块 VUE REACT 这一些 或者说 应用的特别经典的一些场景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外观模式的例子 但是它肯定很常用 对吧 为什么很常用呢 它应该是在一些 结合业务的一些场景中 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和一些框架呀 一些类库啊 这些场景可能比较少一些 如果是你要做一个业务 它有子系统 A子系统 B子系统 C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 而且使用者去使用 ABC这三个子系统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无论是哪种业务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你就加一个外观来去控制 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在这 弄一个业务来演示呢 因为业务来演示 它没法在三五分钟就演示完 业务它是有背景的 对吧 有背景 还有出入化环境 这一通下来之后 那我们这个就有点宣民夺主 就有点不务正业 就不在正题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种考虑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图 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 而且是不用演示也OK了 但是我想了想去 就是在我们前端应用中 能体现外观模式的 有这么一类例子 大家看一下 什么一类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参数啊 就是可以涵盖好多轴 比如说这儿这个绑定实践 大家看下面这个调用 第一个参数传一个element 就是一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参数传一个click 就是这个时间类型 第三个参数呢 我传一个selector 比如说我们要绑定一个代理实践 代理在什么地方去 第四个参数呢 我们传一个绑定实践的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不加代理 我不用代理的话 这个div就没用了 对吧 div没用 但这个地方你要传一个空吗 那就不好看了 对吧 那也不好用 那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定义这个绑定实践的函数啊 既可以这么传 又可以这么传 大家看一下 既可以传四个参数 中间有一个代理 对吧 也可以传三个参数 是吧 我们不加代理 但是这么用呢 你里有逻辑兼容啊 怎么兼容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兼容 我们就判断这个fn是不是有 就是fn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fn复制成selector 就是对应第二种情况 对吧 对应第二种情况 然后selector复制成n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逻辑判断 对吧 我们这儿也支持 我们这样也支持 它就是一种外观模式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需要写两个方法 对不对 一个方法接收四个参数 这样调用 一个方法接收三个参数 然后当然我们写啊 一个方法接收三个参数 这样调用 但是写两个的话 就相当于是两个子系统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儿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高层借口 来去集成这两个 不管传三个参数 还是传四个参数 我都集成了 你都不用管了 对吧 这就是一种外观模式的一种体现 OK 这个呢 我们不再演示了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演示过一次 那个代理模式里面 我们已经演示过一次时间代理 所以说我们这儿不再演示 这个代码也特别简单 也特别特别基础 只不过呢 可能好多同学意识不到这种场景是外观模式 大家想一下 其实用这种方式的在前段特别多 你可以搬一下这个gquery的文档里面 gquery的文档里面传这个各种API传参数的时候 都可以传好几种参数 不是说必须传一种参数 比如说你在tru的话gquery实例的时候 你可以传一个参数 selector 你还可以传两个参数 把它contact传进去 对不对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文档就好了 然后阿斯科阿拉大使这种工具性的这个 query也是 大家一翻文档之后 看到好多地方都可以传 比如说我这个方法可以传两个参数 也可以传三个参数 对吧 也可以传四个参数 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这种用法 但是他们都是用的这种外观模式的这种思想 大家要注意这个设计原则验证 要注意啊 外观模式它不符合单一值的原则 可以用什么原则 就是我们设计原则里面呢 我们设计原则里面 我们有一条叫做 接口独立原则 大家记得吧 就是设计原则是solid嘛 solid 那五个设计原则 其中那个i 其中第四个设计原则 就是那个接口独立原则 我们是提倡接口独立 不要出现胖接口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这儿知道 也说它不符合单一值的原则 开放方面原则 要紧正使用 不要滥用 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不是特别符合这个接口独立原则 对吧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胖接口了 但是呢 在我们的使用中 它还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说 也不是说 一旦触碰了这个设计原则 这个条目 我们就完全不能用 而是说 我们叫 谨慎使用 不滥用 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 为了使用而设计 对不对 如果是你觉得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设计 就是从原则上来说 它不符合单一值的原则 和开放方面原则 但是它使用上特别好用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在谨慎的情况下 不滥用的情况下 就是这么用就行了 当然 我说的滥用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一个接口 可以接收三个参数 可以接收四个参数 那你要滥用的话 你就会把系统 所有的接口都继承在一个接口中 这样的话就要滥用 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这种滥用的效果了 所以说 这一块还是要谨慎一些 要谨慎一些 怎么谨慎呢 你就完全可以写完之后 和组内的同学 和组内的同事 一块讨论 对吧 或者说 写一些博客放在网上 让大家去发表意见 这样的话 你就能得到一些经验 或者说得到一些建议